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广东的汕头 今天来拍一下汕头的市中心 时代广场 先给大家大致的环绕一周 看看越东第一大城市 气派的城市建设和环境 看看我国第一批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的汕头 与深圳、珠海、厦门有什么区别呢 好,我现在已经到时代广场的这个公园里面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面的高端楼层 前面这栋就是中环大厦 虽然上头的高楼并不是很多 但是呢,修建的都非常的气派 前面这栋呢,就是新河大厦 以及苏宁大厦 这边是交通银行 然后在这边呢,就是喜来东大酒店 上头啊,它是北肥归县与中国海岸县唯一相交的城市 在这个公园里面呢,感觉空气特别的清新 这是时代广场的一个介绍 所以时代广场这一块真的比较芳华 而且上头的绿化做得非常好 有着非常独特的自然历史 人文景观和人绿的地方文化特色 不愧是中国品牌经济城市啊 这边就是金园大厦 街头都是非常的干净整街 然后我继续站在这个天桥上面给大家环绕一下 城市的楼房呢,是非常的新颖 绿化可以用一流来形容 这边呢,都是统一的这种建筑特色 这条路呢,是中山路 看一看这繁忙的侧水马龙的景象 从这个天桥上面看这个市中心 确实非常的壮观 同时呢,上头它也是中国大陆唯一一个中心城区 拥有内海的城市 也曾经被恩格斯 语为中国唯一有意点 三叶一叶的口岸 树有领东蒙户 华南要称之美称 这边沿线的风景 装饰的就像海边 种的这种椰子树一样的 真的是一个适合休闲养老 放松的一个地方 而且绿化真的没得说 然后在公共车上面给大家直观的看一看这个整体的环境 道路呢,可以说是一成不染 总之呢,这座城市还是比较气派的 不愧是中国唯一的内海城市 绿化和环境真的是一流的 大家觉得上头的发展怎么样呢 好,这个视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